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川普总统表示本周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而举措将会非常有利 之前人士表示在川普政府权衡是否宣布香港已经失去自主权之际 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以惩罚中国对于香港的打压 财政部可能会对于中国官员和企业的交易进行管制 并冻结中国官员和企业的资产 以报复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 限制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两位人士表示还正在考虑的其他措施 包括对中共官员的签证限制 上述人士表示机构间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或者如何采取制裁措施 他们在匿名的情况下对媒体发言 因为此举仍在考虑之中 川普总统在周二在白宫被问及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 他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做一些事情 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 他说这是你在接下来本周结束前将会听到的事情 非常有力 我这样认为 目前财政部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使得标普五百指数在最后半小时的交易中跌至了盘中的低点 股票市场一直在关注与中国紧张局势的升级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芯片制造商和中国有大量交易的巨型科技公司 在抛售中首当其冲 美国国务院将根据川普去年签署成为法律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 所认证的香港自治权 如果认定是否定的 那么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认证公告可能会在一周内出台 并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 美国是否认证香港的政治独立是值得怀疑的 川普政府正面临来自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压力 要求政府坚决回应中国对香港行使更多控制权的计划 然而美国在回击中国方面面临着挑战 因为任何针对北京的严厉惩罚 都可能会对香港和美国同样造成伤害 美国的商界和投资界最近几天一直在焦急地注视着紧张局势的升级 美国商会在周二呼吁中国政府维护香港一国两制框架 并呼吁川普政府继续追求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该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损害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严重的错误 因为这对香港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还有国际金融关系中心是至关重要的 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周二表示 总统对于中国的做法感到不满 如果中国接管了香港 很难看到香港如何能够维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他拒绝详细说明总统正在考虑的具体行动 北京曾经多次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其认为的国内事务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的参议院加紧出台了个人和机构的金融制裁法案 并表示严重程度前所未见 而且总统没有办法否决 文章介绍说 美国参议院在周二发誓要迅速就一项威胁 对被视为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 实施制裁的法案采取行动 并表示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劝阻北京 北京在上周提出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 禁止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进行叛国和其他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活动 这个金融中心在去年受到了重大民主抗议活动的冲击后 提案将对遏制香港自由的个人进行惩罚 与民主党人共同领导法案的共和党人图尼表示 虽然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但是领导层也会受到政治压力 当商业利益和金融利益集团意识到可以用这种工具时 我认为政府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压力 不要引发这种反应 我们的希望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 我希望法案可以增加避免来自北京最坏的潜在行为的可能性 而与图尼搭档的民主党人范霍伦则表示 两人希望向北京发出非常强烈的信息 现在的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所以我们打算迅速行动 该法案是在去年的一项法律之后提出的 当时受到北京的愤怒谴责 如果香港不再被认为是自治的 那么美国将剥夺其与美国的特殊贸易地位 就如北京在一九九七年英国交出殖民地之前所承诺的那种自治地位 新的法案将为美国对中国官员还有香港警察等个人实施金融制裁开辟道路 关键是与他们进行交易的银行也将受到制裁 我希望确保我们正在挤压那些剥夺香港人的权力决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 让他们感到疼痛 范霍伦这样表示 在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时 拟议的法律将会让国会投票推翻行政当局放弃对个人的任何制裁 如果白宫选择这样做的话 川普政府一直推迟决定是否表明香港继续自治 而有一些立法者担心总统不会跟进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四月份的一封密信是由美国的州长铅笔写信给习近平求援 而由一位来自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的神秘人牵线促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关系密切的美国一个州 上个月直接向这一位中国领导人请愿 要求为其抗击病毒的医护人员提供防护服 导致该州从四川省清华大学还有其他中国渠道获得了物资 华盛顿州州长殷斯利在四月二日亲自写信给习近平 要求利用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 获得急需的医疗用品 比如手术面罩一次性的防护服和手套等 因为该州的卫生部门在保障物资供应方面面临着极端挑战 这位州长在北京收紧了对医疗用品出口的审查 导致向美国运送个人防护用品运输出现重大延误之后 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当时阻碍出现的原因是新的病例在华盛顺州已经达到高峰 美国全国的感染人数接近了二十五万人 而当时政府和医院抱怨从中国运来的大量个人防护用品低于可以接受的标准 北京当时加强了检查力度 在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三月下旬的一次电话会议上 就病毒的来源问题达成休战协议后 中美关系在国家层面上以后的数周短暂的出现了摩擦平息的状况 而州长的恳求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南华早报通过公开记录请求获得了一大堆电子邮件 其中披露了这样的一项此前没有披露的外联活动 这样的活动是在一个叫做环墙的人的敦促下完成的 环墙是一位华裔企业家 他出生在北京 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移居了美国 在南加州大学学习 现年五十八岁的环墙是美国公民 他在华盛顿州从事软件服务行业 环墙还担任清华大学GIX北美研究院的主席 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是西雅图全球交易所项目提供运营支持的方面 GIX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开放的教育研究平台 成立于二零一五年 由微软华盛顿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 环墙在二零零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并在清华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这所学院自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里程碑 同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州时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的访问期间 为校园赠送了一棵树 环墙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曾经担任中国驻摩洛哥的大使 他表示在中国出差期间看到病毒在他的家乡华盛顿肆虐后 他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 华盛顿州当时已经有了一点九五万例病毒病例 还有一千多人死亡 在直接向习近平写信呼吁后 华盛顿州终于收到了来自多个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捐款 具体数量不详 环墙表示我是在外交家庭长大的 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每次出现危机时 外交官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通过个人关系或者其他渠道来完成事情 而这也算是我试图推动事情发展的一种方式 环墙在给州长办公室的邮件中强调 尽管目前国家层面的局势紧张 但是大学非常强大和有影响力的网络 可能是快速向该州运送物资的关键 这需要勤奋的工作和周密的计划 我知道围绕这样任务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环墙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 但是我将全力以赴安排好我这边的资源 并将全力以赴在最大限度内降低和减少与此相关的风险 在因斯利通过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给习近平的信中 他表示清华大学的官员慷慨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你们对这些努力的支持 将对我们成功获得物资的能力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个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时候 我期待着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因斯利这样写道 在四月十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致函因斯利 告诉他习近平已经收到他的信 并指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所需的援助和便利 崔天凯表示四川重庆还有其他兄弟省市 已经动员起来捐赠物资 以表达对华盛顿州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政府机构还有其他的团体向海外捐赠了数千个口罩 作为口罩外交推动的一部分 西方批评认为这是北京试图转移对其处理武汉疫情的批评 根据纽约时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表示 川普政府官员花了几周的时间来辩论 是不是要接受中国外交部捐赠的口罩 担心这样做会帮助中国的政治宣传 今年三月欧盟的最高外交官警告说 北京的对外宣传包括地缘政治成分 包括通过慷慨的政治影响力 来争夺国际舞台的更多话语权 华盛顿州州长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华盛顿州得到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四川省清华大学 还有民间人士的捐赠物资 他表示动荡的供应链和运输条件 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支持个人防护用品出口方面行动有所帮助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 并与旧金山的总领馆取得了联系 根据需要就来自中国的货运物流问题提供帮助和协调 目前正在进行中 环强在十二月抵达北京出差后仍然留在北京 他对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感到不安 中美两国在疫情和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 从香港到科技到贸易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日警告说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北京提出的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称为香港自治的丧中之后 美国的政治势力正试图将双方推向新的冷战 环强表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帮助架起对话的桥梁 因斯利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一号 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发起了竞选活动 在整个竞选活动中他经常批评川普 在去年的八月他的民调因为数据太低结束了总统选举 但是他表示他将在今年十一月的选举中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的州长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日经的报道 人民币连续两天铤而走险 难道北京真的要试水货币站吗 文章介绍说中国央行在与美国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连续第二日下调了人民币参考利率 加剧了市场对于资本外逃和贸易战重燃的担忧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至了七点一二九三 以回应市场下行的压力 此前的一天该行刚刚将汇率调至了十二年的最弱 美国一家券商的策略师表示我们认为中国会避免将货币无期化 但是我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密切关注 在去年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 中国人民银行也曾经允许人民币走弱 人民币走弱可以帮助中国出口商抵消美国关税上涨带来的部分额外成本 在去年八月在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后不久 银行将参考汇率带入七元的人民币区间 这是十一年来首次将参考汇率带入了七元人民币区间 加剧了人们对于贸易战将演变成货币战争的担忧 中美两国在一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华盛顿放弃了货币操纵国的称号 北京方面又表示他将致力于履行贸易协议 但是冠状病毒爆发之际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中国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许多人担心会让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被定为刑事犯罪 市场也正在为贸易战的重启而继续紧张 人民币走软可能是中国政府不会让步的信号 然而货币的走弱也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在二零一五年人民币意外贬值导致资本外逃 并给偿还美元贷款的企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人民币的不确定性刺激了对外币的需求 中国为了遏制资本外流而导致的外汇储备下降 只会增加市场的担忧 导致人民币走弱和资本外逃之间的循环关系 此后中国当局加强了对于资本外流的限制 并表示有信心能够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但是中国企业仍然背负着大量的美元债务 根据一项估计在三月和四月 中国的资本外逃已经达到了五百多亿美元 资本外流的原因是三月份对美元的需求量有所增加 以及新兴国家的资本外逃 人民币走弱的草率威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